炎熱天氣連雞都學會洋湧了嗎 直接畫面中這隻雞悠閒地 躺在水上 動也不動 看起來好舒服 要不是一旁有人打擾它 肯定會繼續躺下去 一群大爺大媽坐在小椅子上聊天 玩撲克牌 佔滿了整個走道 四川這一家超市集滿了三四百人 大家不是來買東西 而是為了吹免費冷氣 讓人看傻眼 但成都地鐵站 可是非常歡迎大家來避暑 甚至還規劃了專屬的納梁區 全球暖化時的極端高溫 在世界各地變得更加的普遍 英國倫敦部分地區 下週氣溫可能標至41度 氣象局首度對異常高溫 發出紅色警戒 並宣布是全國緊急事件 因為英國人實在不習慣 這種高溫氣候 房子缺乏降溫設計 連空調也沒裝 為了怕學生受不了 已經有學校宣布部分停課 同時取消戶外的體育課 另外葡萄牙以及西班牙 受到熱浪侵襲 已經有至少300人死於高溫天氣 記者綜合報導